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今天要来分享一本书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找到完整的自己 没错 作者就是我本人 直接进入重点 有三个原因我想要推荐这本书给你看 1 这是我写的 好啦 真心的三个原因是 1 文章长度方便你随手就翻来阅读 书中有32篇文章 每篇文章平均约10到15分钟就能够读完 你可以一次看个几篇 也可以想到就翻一下 而且篇幅大多是用故事来呈现 很适合在休息时间下班后 或者是等捷运坐公车的时候看 不过虽然每篇都能够分开来看 我在不同的篇章之间也会穿插 找到完整的自己来呼应这本书的书名 整本看下来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第二个原因 认识心理学运用在个人成长上 因为我自己从大学时候就开始接触心理学 当时心理学帮助我自己走出困惑 后来出了社会上班创业后 也一直都在用心理学克服困难 这些我在书中都会间接提到 不过还是要强调 这本书并不是在谈心理学 我在书中分享的是我如何透过心理学克服眼前的困难 内容主要还是我在生活与工作上面的体会 第三 书中准备很多的记忆点 让你读完不至于忘光 这个是我自己在阅读上的体会 有时候看完一本书觉得学到很多 但如果当时正在忙没有整理心得 过阵子就会忘了书里面的内容 因此这本书我从每一篇文章的标题下标 到开头的设计与中间的内文 我都尽量带出阅读时的记忆点 方便你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整理 或者是拍照起来收藏到手机里面 比如像这样书中会有照片 下方就会跟着一小段文字 或是文章开头的爱语录 还有像内文中有容易产生共鸣的句子 也就是所谓的金句 希望这样你在读这本书时 除了当下的体会 更可以把这股共鸣带走 衍生到工作跟日常生活中 至于这本书适合哪些人看 诗心来说当然是每个人都适合看 不过认真推荐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刚好处在以下几个人生阶段 书中有几篇文章你看了会特别有感 比如你目前正在陷入追求自我的困境 想要做自己但又担心别人的眼光 或者是职场上有人际关系的烦恼 这时候我就会推荐你看 当个好人但不要当个好欺负的人 或是看 你总是在揣测别人 其实一直在失去自己 没有凡事顺利的生活 别为讨厌的人事执着 如果你正好先路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迷惘 对现有工作失去热情 但又对选择新的下一步感到不知所措 这时候我会推荐你看 找不到想走的路那就先走好现在的路 工作或许是别人给的 但生活一定是自己过的 别一味的付出成就了别人 却惩罚了自己 这些写的都是我自己当初在抉择时 遇到的心情转折 相对来说 如果你清楚人生接下来该做什么 只是碍于现实还没办法行动 有些文章能够在这段时间为你打气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在推进度 好时多为别人着想 坏时多为自己鼓掌 别人到死亡了 才着急的去活着 整体来说 这本书是我间隔两年多的新著作 书里写的是我从求学阶段 到后来进入科学园区上班 再到挣扎要不要离开职场 以及这几年创业的心路历程 里面并不是用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这样告诉你该怎么做 而是分享我走过那些路的心情 以及我对过去哪些选择感到满意 哪些选择又感到遗憾 我自己又是如何走出来 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陪你走过现在的路 另外我要跟你分享这本书 一个设计上相当特别的地方 就是书腰可以直接变成书签 因为我自己阅读时经常把书腰拿来当作书签用 所以这次在写书的时候就想到 何不让它就直接更像书签 所以就把书腰的背面设计成书签 你收到书之后只要剪裁就可以拿来用 不得不说 这个算是提高了制作的成本 因为书腰通常不是书的主体 所以材料上花费不能太多 但这次我也要让它更像书签 所以需要双面印刷 同时纸张要加厚 这个都是成本 在书是不景气的情况下是个挑战 所以也很谢谢这次三彩文化出版社的支持 以上就是我这次新书的推荐 希望透过文字跟你分享我有别于 一幕前不同的一面 毕竟有些事情用说的不知道怎么表达 但用写的就可以更深入的分享 我也希望这些我自己当初走过的路 遇到的困难 修复自己的方式 体会出来的心情 可以陪着你走向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的新书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找到完整的自己 推荐给你 购买连结我就放在影片的下方 拜拜 幸福的人不是因为对什么都满意了 而是知道人生本来就无法什么都满意 你是否会想回到过去的某段时光 成为大人后的世界充满苦闷与焦虑 然而如果回去的代价 是失去现在拥有的某些人或回忆 你还愿意吗 想想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 会有智慧重新选择 好像就不会有遗憾 但其实没有人知道 从来一遍事情的发展是否就会更好 或许变得更差 人生就像一段旅程 总是这边走走停停 那边绕一绕 生活才渐渐接近自己想要的样子 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问题 也不会有人替你解决 只有你自己能面对 只有你能为自己活 记得 不是因为生活变好了才快乐 是因为你先快乐了 生活才变好 不是因为坏事消失了才遇到好事 是我们先关注周围的好事了 坏事才慢慢消失 无论你现在过得如何 是不是完全喜欢现在的生活 愿你也相信 事情的发展总是朝向更好的方向 而生活的不完美 其实就是它 最美的样子 我是艾尔文 这是我的第六号作品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 找到完整的自己 三彩文化出版 三彩文化出版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面 是什么 这一段时间 是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